大家好 我是丹尼 今天的主題是變裝歡慶萬聖節PART2 那麼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那萬聖節PART1的活動結束之後 PART2的活動也算是非常令玩家們期待的 畢竟有許多換裝的寶可夢值得玩家們進行捕捉 那這週的重點有哪些 我們一一的帶大家來看一下活動的內容 好那萬聖節PART2的活動時間 將從10月26號禮拜四早上10點 結束在我們下禮拜10月31號禮拜二的晚上8點期間 那這次活動的重點將會著重在野外的部分 可以看到有許多換裝造型的寶可夢可以進行捕捉 那這次首次登場的有換裝造型的皮卡丘 以及最新造型的梗鬼 而之前有活動裡有推出過的六尾 波加曼以及南瓜精 同樣的是有帶造型也有機會抓到色尾 之前沒有抓到的玩家可以趁這個活動期間多抓一點 好那除了我們剛剛講的換裝造型的寶可夢之外 在野怪的部分這邊還是有許多使用的角色 分成超接盟、高接盟、大先盟跟PVE道館戰 而超接盟算是比較多角色都可以在這邊用 像是進化之後的九尾跟熊木曜 而死神官跟南瓜怪人算是主題賽比較常見的 至於勾恩眼的話 因為我們要把暗影版本的進化之後拿到報恩 相對的你需要XL糖 可以在這時候野怪多捕捉一點獲得XL糖也算是不錯 至於在往上一點CP賽事的話就比較可惜了 高接盟的話只剩下熊木曜是比較好用的 其他角色帶高接盟的使用性都算是比較弱勢的 那玩家應該會疑問說波加曼進化之後最終形態的 帝王拿波當然的他是可以在高接盟使用 但是因為這次造型版本的還是沒辦法進行進化 所以這邊捕捉的頂多就是觀賞用的 至於在往上的話大使眼盟這邊的話 角色上CP都有點低 或者是他們的坦度稍微脆 跟神獸相比還是有段落差 是不太建議玩家用這些野怪打大使眼盟 而PVE到玩家的話 這邊有一個幽靈系霸主耿鬼在這邊 以傷害量來說耿鬼算是蠻突出的 但是我們講那麼多之後 玩家們應該最想要知道的就是上圖中 索羅雅進化之後的索羅雅克 在目前Pokemon GO的實力如何 畢竟他是首次開放色違嘛 這邊我們還是要給他的尊重 來看一下Pokemon GO裡面的數據 50等CP達到2907 是以攻擊力為主坦度偏弱的角色 而他的對戰排名可以看到 三大聯盟都不太實用 那為什麼會造成這樣的結果 很大的原因在索羅雅克的坦度真的是偏弱 在超級聯盟的坦度竟然只有9.2 但你算是很少看到10以下的坦度數值 而高級聯盟的話只有15.4 甚至有許多超級聯盟的角色 都比他坦上許多 大使聯盟的話2907的CP沒有到很高 也導致他攻擊力雖然達到222 但坦度也只有16.9 以對戰的持久力以及龍錯率上來說 可以說是非常的堪憂啊 不過Pokemon GO的生態是這樣 通常這角色的體質沒有到很好 招式組合肯定是不差的 可以看到索羅雅克 有最萬用的暗影爪 以及高遜能的大聲咆哮 而大招裡面有污吏炸彈可以反殺妖精系 又有噴射火焰可以打最常見的鋼屬性的角色 不過這兩招通常很少玩家會搭配在一起啦 還是會選擇一個短能量的欺詐 對索羅雅克來說出招會比較彈性一些 當然第二屬性的首選肯定還是以泥巴炸彈為主 但是索羅雅克畢竟不是毒系的寶可夢 當遇到比較坦的妖精系時 其實以下的污吏炸彈是沒有辦法直接避殺的 相對讓索羅雅克看到妖精系也不見得真的有反打能力 以至於丹妮對索羅雅克的評價跟國外排行榜 其實沒有差多少 丹妮認為她的使用性是稍微欠佳的 但是還是看在於她的惡系傷害量有排名在第七 其實PVE上來說玩家慣起來還是能夠使用 相對我們這邊至少給到B的評價 頂多就算是一隻堪用的角色而已 好啦野外看完之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團體戰 首先是異三星頭目 異星頭目的話有稍微變更 夢妖這邊跟Part1的時候一樣是留著的 而後面兩隻變成了鬼師以及小木鈴 三星的話則是有裝扮造型的梗鬼可以捕捉 而三大聯盟的使用性以及PVE的部分 這幾隻角色我們有稍微講過了 所以這邊就先跳過 反而這邊我們要來講一下剛剛沒有講到的梗鬼 畢竟她有裝扮嘛 我們這邊還是要來強調一下她目前的實力如何 無知等CP的話她目前是3254 本身也是一直以攻擊為主坦度偏弱的角色 在細項來看一下三大聯盟的話 可以發現到她的坦度其實跟索雅克沒有差多少啦 一樣是9.5超級聯盟化非常的脆 高級聯盟也差不多15.9 相對的如果她要使用的話 一定要有辦法用暗影拳去騙盾 或者蒸氣彈直接打爆對手 才有辦法發揮出她強大的實力 是一隻要心臟很大的玩家 以及非常賭運氣 你才有辦法把梗鬼駕馭起來 不過梗鬼的50等CP其實沒有到太糟啦 如果我們搬到沒有神獸的大神龍技能盃的話 她這個CP算是堪用 只是因為坦度真的太脆 如果對方想要搶取順位的時候 在屬性上沒有優勢的情況下 梗鬼還是會被硬打下去 所以說如果有玩家在使用梗鬼在打對戰的話 你只能說她非常有勇氣啊 不過我們剛才講索雅克的時候就講到一件事情 體質比較脆的角色通常招式組合都是不錯的 梗鬼更是如此 你可以看到她這邊招式非常多啊 不過雖然小招裡面有四個 但是有玩家在對戰時應該就只會選暗影爪啦 畢竟數據是比較優的 如果你要選擇其他 像是蛇田的話 她在PVE會比起暗影爪來的好用 提供給玩家的參考 那旁邊的星號的話 就是絕版招式 你得使用利害卷才有幫她洗的 然而大招的話 玩家們通常第一招都會選擇社群日招式暗影拳 畢竟她是目前梗鬼最短能量的招式 而第二招的話 通常玩家會選擇真氣彈 因為畢竟梗很怕惡系 惡系的話 真氣彈的格鬥系就可以打2 相對是非常的吃香 不過玩家如果真的只玩星底戰的話 完全不理你這回事 也可以提到真氣彈的氣量 放暗影拳也是OK 反而你可以配置污泥炸彈這一招 用毒系去打妖精 或者是草系也算是不錯 所以梗鬼的大招都有各種搭配啦 只是看玩家們在遇到怎樣的對手 心臟大不大 敢不敢擋你的招式 就看片盾的狀況決定勝負了 那我們綜合以上的數據 但你給梗鬼的評價至少A 主要原因在於她幽靈系目前排名在第三 如果我們在Mega進化之後 甚至能夠排名在幽靈系第一名的數據 雖然在對戰裡的容錯率相對是比較低啦 但是考量在技術好 或者星期戰高手的實力上 有辦法把梗鬼發揮得好 PVE也算是不錯用 所以我們這邊給予的評價 當然是不差的 那這邊的話 當你額外補充一件事情 就是有發現到梗鬼這次的造型 其實跟寶可夢中心販售的萬聖節梗鬼 造型上來說可以說非常相似 頭上同樣有帽子 飯糰以及夜汁 不過我們這一隻梗鬼 是沒有衣服的 寶可夢中心販售竟然是有音符 所以這邊就強烈懷疑 是不是最近活動太多 系統要改太多的關係 導致每邊來不及把衣服穿上去 只能推出一個半成品的梗鬼 算是比較遺憾的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啊 只能說寶可夢中心這一套梗鬼 確實是比起Pokemon GO裡面 更好看許多 不過這隻梗鬼在寶可夢中心販售的價錢 是30美金 相對的是用錢空起來的 沒有一點造型上的特別 怎麼賣得出去呢 你說對不對 好那題外話講完之後 這邊我們再補充一下 梗鬼的詳細數據好了 我們把梗鬼超級進化之後 變成超級梗鬼 超級梗鬼的50等CP 會直接升到4902 非常的高 但同樣的 他是一隻攻擊力很強 但是坦度偏弱的角色 依照目前超級進化 被妖魔鬼怪實在太多了 超級梗鬼要在對戰上使用 也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們這邊就直接轉往PVE 他是目前幽靈系第一名的傷害 所以玩家如果在缺幽靈系 傷害量角色的話 相對的可以把超級梗鬼進化上來 雖然這次萬聖節捕捉的梗鬼造型有一點遺憾 但是其實超級進化之後 不論之前有沒有造型 他都是會不見的啦 所以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好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接下來我們來討論一下 四星跟五星頭目 四星的話 目前是超級詛咒娃娃 五星則是我們之前有講過的 雷大街 然而就頂峰的對決來說 他的實力在對戰裡肯定是比梗鬼差 加上他本身的小招 雖然同樣有暗影爪 但是沒有短能量的招式 可以配合著他出招 一定得使用暗影球或魔法閃耀 也會導致就算普通的詛咒娃娃 玩家們在對戰裡 基本上是不太常看到他的原因 不過像是這種攻擊力高 坦度偏弱的角色 超級進化之後 相對在PVE一定有一定的地位存在著 依照他自身的屬性 幽靈的部分 在PVE的幽靈系排行榜 至少第二名 僅僅輸給超級耿鬼 所以玩家如果真的很不喜歡耿鬼這角色的話 你可以退合求其次 使用超級詛咒娃娃也是可以的 至於玩家想要極限挑戰的話 兩人就可以通過了 他算是蠻脆的 那據網路看 這次的天野調查是有稍微變更的 多了一個限時調查 而且轉補給戰略調查任務 裡面的角色也稍微有點不一樣 那裡面比較實用的角色的話 超結盟高結盟同樣 有小木靈進化之後的朽木耀算不錯用 但是其他角色就比較可惜了 整體的使用性都稍微欠佳 不過我們前幾天是有看到傻豆來投稿這個牧羊犬 感覺如果技術好的話 也是能夠考慮他在超結盟的主題賽 嘗試看看 所以這邊我們也把他放進來 對這次的活動角色來說 但也認為吸引力都還算是普通 至於萬聖節活動Part2的部分 加碼獎勵是有稍微調整的 那裡面相同的部分是 NICE 鬼扯跟XL糖會增加 這一部分是相同 但不同的地方在原本是孵蛋的糖果增加 這邊變成 捕捉到裝扮寶可夢時 將有機會獲得額外的神奇糖果 或者是神奇XL糖 這個獎勵可以說是首次開放 畢竟玩家如果想要獲得神奇糖果的話 一定要打團體戰頭目的時候獲得獎勵 才有辦法獲得 但是野怪捕捉到裝扮寶可夢的時候就能夠獲得 可以說是非常的賺 再來的話是課金區的部分 其實跟我們在講Part1的時候是相同的 那如果玩家們在之前Part1的活動裡想買的 應該早就買好了 沒有興趣的應該也是不會買啦 所以僅僅提供給玩家們參考 我們這邊就不額外補充了 那再來的話是萬聖節2023Part2 最後一個活動內容 就是選秀會的部分 這次選秀會裡面的角色稍微變更了 變成飄飄球以及小木鈴 剛好昨天是小木鈴的聚焦時刻 想必的大家都抓了很多 一定可以拿來比一下大小 到底選秀會上能否拿到第一名 那你認為自己手上捕捉的應該是沒辦法啦 不知道大家們對自己手上的小木鈴有沒有把握呢 那麼來做一下總結吧 這一次變裝歡慶萬聖節Part2的活動裡 很多角色都穿了許多裝扮 算是蠻有趣的 而且同步開放色違 讓玩家們更想要捕捉他們 不過裡面還有一個小彩蛋 就是我們的索亞克這邊提供了有色違版本 也讓玩家們在這次活動裡 除了抓裝扮寶可夢之外 索亞克肯定也是要抓好抓滿的 而且在捕捉的時候 還能夠有機會獲得神奇糖果 這次的活動內容也算是非常的豐富 喜歡玩家們在這次萬聖節活動裡 都能夠達成自己想要追求的目標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提供給玩家們當作參考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